为了配合防疫政策 今年新店区春季孝亲报跟济世法会将会取消办理 包括了40份公墓和五城花园纳谷塔 从3月20号开始会进行防疫管制 前往济世的民众记得都要戴好口罩、量额温 还有手部消毒并且管制路塔人数 而另外要提醒民众原本的法会接驳车也会一并取消 40份公墓则同样维持交通管制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解除 为了配合防疫政策 新店区春季孝亲报跟法会今年取消办理 包括40份公墓以及五城花园纳谷塔的法会活动都停止举办 新店区公所主任秘书蔡文仁提醒 从3月20号到4月5号期间 纳谷塔都会进行防疫管制措施 请民众多加配合 十年制是必要的 那这个是必须的 然后包括量额温戴口罩 然后我们会用酒精来清洁手部 这样的部分都希望民众能够做一个配合 那我们也希望说 能是不是说一家能够有一人代表 然后进入塔内 那避免塔内的人潮太多 为了避免塔内祭祀民众过多 建议民众可采一家一代表方式入塔 或者可采取线上追思的方式 多多利用新北电子追思系统 也有做了一个人流的一个管控这样子 那也更希望说因为市府跟民政局都有推出电子击败的一个方式 那可以在网路上做几百 也欢迎民众多多的一个使用 新田区公所表示 由于春季孝庆法会取消 因此原清明期间行驶的法会接驳车也一并取消 但在40份公墓的交通管制则维持不变 从3月13号14、20、21、27、28号 以及4月2号到4月4号会采取单项管制措施 3月13开始每个6日 每一个6日的时候做一个交管的一个措施 那会比较宽松一点 那原则上就是上山就在40份的部分 上山的部分就会由阻力路这边来上山 那下山的部分我们就请大家可能走双峰路 可能稍微绕远一点 但是这样比较不会做堵塞的一个状况发生 另外为了响应节能减碳维护环境品质 3月13号到4月5号封炉 之前将由工作人员集中装带焚烧 也再次呼吁前去祭祀的民众要戴口罩 十连制登记等等 在深中追远之际也要确实做好各项防疫工作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